這陣子最多人說當然是BNO的問題 現在開始可以申請 預期應該有很多人去申請 現在這個時候當民兩位出來刺 很多人移民都後悔 他說不是移民後悔 是移民的下一代怨他們 為什麼要移民?為什麼當年要移民? 我跟藍絲親戚聊天 他們移民很久來了加拿大 他們現在變成深紅的 不是淺紅 是深紅色 即是他一開口就說 他要用華為、小米、上網去淘寶 電話就是一定要用中移動 即是我就想給他看 拜登現在怎樣吸收那些小女孩 是不是那些片呢? 怎樣吸收那些小女孩的頭髮呢? 他們非常主管 就是說這樣人家老人家磁場 很正常 你沒見過那些阿爺石 那些孫女 就是偏頗 我說你不是看真點 說真的 你真的拿個良心出來 你覺得這個是很正常嗎? 就算是亂童 他亂童都說沒事 他都是說 男人就很色的 所有天下男人都很色的 特朗普又搞女人 這樣 比你感覺上 為了愛國是甚麼都不重要的 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不擇手段去愛國 但是呢 有時候呢 我又想深一層 當日他們移民 這班總之 這班藍絲 我整個在加拿大也好 那些藍絲移民 當日移民他們 我很記得他們就是覺得大陸那些窮 共產黨 走來共產 就是 屌你媽媽 所以就走 那現在感覺上 可能就良心 有點過意不去 就是看到 人家發了一大 就是感覺 以前看不起別人 人家窮 你看不起別人 現在人家發了一大 那你現在就變了 要買些贖罪券 所以就是特別愛國 那樣 就是給了一個感覺 就是又好像CBC ABC 就是我以前小時候看到他們 全部都是很討厭說中文 明明懂中文 不敢說 不肯說 還要故意說什麼 甚至故意裝不懂 當然後來我們證實了 他們是懂得聽懂得說的 只是故意的 那種心態也是這樣的 很奇怪扭曲了 說到尾就是一種身份的認同 就是你覺得我是什麼人 或者不是什麼人 而感到驕傲或者自卑 其實會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是人之常情 很難免的 不過我們作為Victorian 當然就不想要這些 低俗的思想 即是我們已經超越了所有的 黃藍 中美 或者你懂得說英文 說英文是否流利 還是你說錯字 我們已經去到人和羊的境界 人和羊的分別 只要你是羊 我不管你 你說英文還是中文 說國語還是國語 還是你黃 你是白 你是黑 你就是人形畜生 而關於BNO 我立場一直都是這樣 即是說以前搞移民 幾十萬幾百萬 要很多錢 要很多專業資格 搞餐死 浪費很多錢給中介費 搞很久 才能找到外國國籍 去保障你以後的自由 只是這件事已經值得做 現在是這麼鬆的條件 基本上你找到半年的生活費 我聽別人說 其實你半年的租金 你夠頂就可以了 你租什麼地方 所以都是非常建議 只要你有minium requirement 就應該去 如果你真的達不到 也沒辦法 也不需要太特別去戒 天本無絕人之路 只有自絕 如果你有條件 你都不能去那些 你自己選擇那些 其實我都希望你很糟 但如果你是真的不行 不要用藉口 你真的不行 那就是天無絕人之路 又會開另一線門給你 其實你看蕭先生那些都不停說 經常擔心他會不會落閘 什麼時候封閘 那這件事當然是很realistic 因為我一直說 他那個外匯的數字是虛的 因為他其實真的 外債很多人是放了錢在那裡 那些錢不是香港人 是一個deep stay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多人離開 因為之前很多人說換美金 其實很多人是 所謂開了一個美金戶口 或者開了外幣戶口 其實錢是沒有流出的 但如果你真的移民 你真的帶錢走 你真的賣樓走了去的話 這樣當然這條數就受不了了 所以現在永遠都是 因為目前來說 好像真的7000人動了身 那當然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一波正式開始 那些人一多 始終是醜富終須見家 用這件事就要爆 所以預期他會整色整水 有很多天災人和意外中的意外 去阻止你做這件事 可能是有疫情 又要封關 所以就是增多足少 現在那些外匯 你拿先是你便宜 香港人從來不珍惜這些 但大陸人反而很懂珍惜這些 很懂珍惜外匯 最後我要用九牛義府 用盡我全力去推介這條片 這條會員片 我最新的那條會員片 是一條絕對的禁片 我拍了三年以來 唯一一條片是這麼恐怖的 就是我發了出去 是整個小時 基本上是沒有人看到的 是要我直接發了連結 去給我們群組裡的群組 他們直接按下去 當然就看到了 但是Youtube 基本上完全屏蔽了 甚至我在community那裡 出了一個Post 是公眾的 是公眾的 不只是Member 平時我出一個Public Post 起碼十分鐘是百多人看到的 而今次他不是不想推 那麼簡單 直態是不能推 即是直態是零 不推出去 是要靠我自己人手menu share那條link 給群組友 他們進去看 所以再一次隆重推介 進入我的頻道 在會員專區的影片 最新的那條片 再一次衷心感謝 所有會員的鼎力支持 因為在國際Deep Stay的鐵拳底下 而可以跟你說 關於這些國際的精英層 他們所謂的Deep Stay 真正的真相 不是假的真相 是真真相 我是找不到另外一個頻道 在國際Deep Stay